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晚安 歡迎收看有話好說 我是胡欣平 今天是花東鐵路電計畫 正是營運的第一天 那麼未來會有十七輛的普悠瑪列車 加入營運的行列 不過最重要的是 大家都在問 以後呢 在後山地區的民眾 一票難求的問題 是不是真的可以獲得解決呢 那麼如果未來在花東 這個部分的交通問題 一一到位改善了 對於後山的居民來說 生活又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包括了觀光 又會起什麼樣的變化呢 這是今天有話好說 要一連串關心的議題 我們先來看看 今天的鐵路大改點 搭著普悠瑪 短短三個半小時 就從台北開到台東 民眾一下車 趕緊拍張留念照 直呼真的好方便 這個三個半小時到台東 感覺怎麼樣 快很多 16號開始 17組普悠瑪 全部投入營運 台鐵也大改點 一共有416班調整10克 平均影響5分鐘以內 差別最大的是東部幹線 台北到台東的普悠瑪 實際增加到12班 加上其他的自強號 運量增加18% 假日可以達到40% 不過實際問搭到普悠瑪的民眾 大家還是得半個月前 開放訂票的第一天 半夜起床上網路比速度 才搶得到票 我們凌晨訂的 特地半夜爬城 對 征班可能是數字的增加 可是並沒有真正的改善 面對民眾質疑 台鐵表示暑假期間需求大增 返鄉出遊的民眾都要搶票 才會有花東車票秒殺的狀況 但是如果到開放車票的第三天 還是有機會搶到票 退票或是說他沒有去取票 那系統就自動釋出來 那這個釋出的時間 是在我們每天兩天 取票截止後的第三天 除了半夜搶票 隨時注意有沒有人取消定位 到底有沒有可能再增班 台鐵表示 因為花東雖然已經電氣化 但還是單線的鐵路 要把運能再往上提 恐怕得等全面雙軌化了 記者台北台東綜合報導 好 為你介紹 來到現場的四位特別來賓 首先在我右手邊的第一位 是逢甲大學運管系的副教授 理科聰明老師 主持人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那麼在我右手邊的第二位 這是花蓮居民的代表 歐戰瑜 你好 嗨 大家好 好 在我左手邊 這一位是從高雄來的 搭口鐵道故事館的館長 陳建築 這是鐵道達人 你好 主持人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那麼再來一位 是臺東的代表 這是柯同學 你好 大家好 好 我想我們要先來看一下 我們今天說十七輛的 普悠瑪號加入這個營運 這個普悠瑪號其實也是自強號的 列車的一種 那麼究竟這普悠瑪號 為什麼要叫普悠瑪號 還有另外就是說 他叫做 做傾斜式的列車 什麼叫做傾斜式的列車 這麼專業的名詞呢 我想要先請教一下館長 究竟這就是普悠瑪號 對不對 是的 好 為什麼叫普悠瑪號呢 普悠瑪號 他的命名 他是臺鐵 臺鐵 而且他為了就是說增加這個運量 發動線的運量 他可以是說直接就是想說 他直接可以從樹林一直到臺東 這一段的區間 那他就以臺東當地 這個南王部落的這個居住的 這個原住民的名稱來命名 而且這也是經過一個票選 來命名的這個名字 那他的特別之處跟現在目前所有的自強號列車來講的話 他有一個比較特殊的裝置 就是他在車走這邊 他有一個所謂的傾斜式的裝置 那當列車在高速行駛的時候 遇到過彎的時候 他不用刻意的減速 他可以用維持一般的 就是說速度在一百一十公里以上的速度 來做一個過彎的一個動作 所以在整個列車的行駛的 那個準點上面跟速度上面 他都能獲得相當的程度的提升 所以說他這個車子的話 以他們現在臺鐵目前的排點的話 從臺北到臺東最快就三點五個小時 就可以完成 可是觀眾朋友都會說 我覺得做普悠瑪 怎麼覺得搖晃的特別厲害 這個的話 當然我們又都有搭過普悠瑪的列車 那以我個人的一個感覺來講的話 其實車子很好 其實這個車子是從日本 就是量身訂做為臺鐵打造的 那車子狀況是非常好 那他有這樣 我剛才講過的傾斜式的一個裝置 那還有另外一個車子 好的話 應該還有所謂的路的路的路況 所謂路況就是鐵軌在鋪的時候 他今年累月吹風曬日的 正經常的這個狀況之下 他的仰路的過程 是不是有夠平整 那如果有一些路段有點不夠平整的時候 車子在過彎的時候 或在行駛的時候 他多少都會有一點點震動 搖晃的狀態 那當然很多民眾 他對這種傾斜式列車的搭乘的次數 並沒有那麼多的狀態之下 可能在過彎的時候 他會覺得特別的搖晃 這也有可能 所以說我是覺得說 這個是民眾 他個人搭乘的一個感受 所以不是車子不好 也不是技術不對 是 純粹是因為路況不好 路況要配合上來 要配合上來 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 那個目前這個普悠瑪號加入東部營運之後 從七月十六號開始 究竟這個供給的座位可以增加多少呢 我們來看一下圖表 以目前來說呢 從臺北到臺東為例 那麼現在有十七組的一百三十六輛的普悠瑪列車 來加入營運 當然不是每一天這十七組都在跑 因為有的要保養 有的要維修 有的要休息 好 這些不同的情況 所以呢 目前在平常的時候 南下的舉光號呢 有四個班次 那麼北上有三個班次 在假日的時候就增班了 那麼自強號呢 也是這個狀況 主要增加的是普悠瑪號的部分 那麼在南下跟北上呢 在平常的時候增加了六個班次 那麼在假日的時候 因為運量比較大 所以呢 是增加到九個班次 所以呢 這就是台鐵說囉 平常可以提升了百分之十八的運能 在假日可以提升了百分之四十的運能 這個有一點抽象 我直接這樣問李老師好了 這就是說呢 平常可以增加四千六百多個座位 對 那麼假日可以增加六千六百個座位次 究竟這樣的座位次 看起來好多耶 那大供給量究竟夠是不夠啊 對 我覺得這個改點之後 他的運能他雖然增加了 但是我們可能要進一步去檢視 他的座位的利用率 那我們都知道 大家都希望能夠訂到普悠瑪號 所以一般的自強號 雖然他已經做了差別費率的調整 他會降低他的這個價格 可是他利用率 整體的利用率是低的 所以大家就集中在某些倉等 比如普悠瑪號 就造成普悠瑪號就很難訂 然後那其他的自強號呢 尤其在離風的時段 他的利用率是低的 所以我們觀看多出來的座位數 他是不準的 就是有集中這個想要去使用這個普悠瑪號 這樣子的一個趨勢 所以造成你想訂的車輛 還是訂不到 對 那其他的座位數的利用率並不高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我們這個 我們同事 也專門來告訴我們說 怎麼樣到臺鐵來訂票 其實這個方式還蠻簡單的 我們先來請同事幫我們看一下 其實你只要很簡單的輸出了 你的什麼身份證字號 然後把你的需求告訴這個訂票 其實就可以解決了 我們從畫面上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訂票的時候 你就要把你這個身份證字號給輸進去 然後你就把你希望的這個車次 然後你希望的地點都把它輸進去 可是我們從今天下午試了好幾個班次 結果也通通訂不進去 那當然有可能是因為說 我們希望是找這個最短班次的 其實這樣操作起來 大概還不到一分鐘 還蠻快的 可是我們想要訂那個最好的 就是三點五個小時 可是就是訂不到 所以老師這符合你剛剛的說法 這個我想訂最好的訂不到 對 大家都集中在最熱門時段 時間最節省的這樣這個普悠瑪號 那這樣集中的現象 我覺得應該台鐵應該要去考量 怎麼樣去有效增加普悠瑪號的座位數 對 所以加掛也是一種方式嗎 他最多就是八截車廂 他不能再加掛 為什麼他不能加掛 他的當初的設計就是這樣 他的整個動力所拉的車廂數 大概就是八截車廂 那另外一個就是 因為他是傾斜室的列車 我們基本上沒辦法去提供站位 但是將來如果要提供 他的真正的普悠瑪號的運能的話 說不定我們可以去讓台鐵 去好好去試量一下 在某些短的區間 是不是允許某些普悠瑪號的車廂 允許有一些站位 老師對不起 請問一下 普悠瑪號或泰魯閣號 為什麼不可以有站位 他主要是考量旅客的 這個乘客的舒適度 只是舒不舒服 因為他在 安全的問題 如果他站立的話 因為他傾斜是列車 到了彎道的時候 他必須要去調整 所以他就會彎 在彎的時候調整傾斜之後 可能會造成車輛的震動傾斜 那這樣的話 你在上面走動跟站立 可能會不舒服 尤其你如果沒有去有效的 去設計一個非常安全 有效的扶手 或者是拉桿 他就沒辦法站得很舒服 站得不舒服 其實也會危險 也會危險 萬一他突然摔倒 那因此我們在普悠瑪號 都盡量就呼籲說 盡量不要有熱水 有一些會造成你容易摔倒的情境 好 原來這個觀眾朋友 現在有很多的疑問 都一一被解答了 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後山居民回家的路 通常要怎麼樣呢 通常就是要來訂票 怎麼樣訂票呢 其實臺北訂票的規則 其實也很簡單 你有好多種 你可以網路 可以語音 可以現場 可以超商 當然你可以透過旅行社 哎 這個旅行社的門路就很多 那訂票的規矩呢 是說一般的民眾呢 你要限乘車十四天之前才可以預訂 你在單乘的一個人 最多只能是六張 那麼在十個人以上的團體票呢 你可以在乘車前的二十到兩個月前 就可以預訂了 那在團體票的部分的配票呢 現在是說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 是專門給團體票的 現在問題就來囉 訂票常常是網路訂票就秒殺 很多人十二點等在那邊 一開 我怎麼就是訂不進去 還有呢就是像節日或者是廉價 這種輸運的尖峰的時候 這個三成的團體呢 保留票就排擠到了一般民眾來訂票 總之一句話啦 訂票好難啦 我們就先來問兩位苦主 我們先從這個臺東的 這位最苦的居民來談起 柯同學是從臺東到臺北來念書 他從來都不知道原來訂票這麼困難 你好像很少回家 很少回家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廉價的時候票都訂不到 所以無法常常回家 聽說你好像請站長幫忙 是不是 就是據說只要站長的話 就是有停那個站 他就會有多兩張的保留問 然後一般來講是要給一些立委 或者是名代的票 可是他們通常用不到 所以我們就是如果請站長幫忙的話 可能就會有多餘的票可以拿 可是你也有可能不成功 對不對 所以那個這種票 大概你多久之前才可以確定 你有沒有或者是說 有可能前天告訴你說 對不起你還是沒有票 也是有可能 然後一般他們也是要十四天前才能訂 OK 所以是跟一般民眾訂票的 那個時間是一樣 那我再請教你 聽說你跟你同學在聊天 同學都說 你們聊一聊 常常發生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尤其住在這個西半部的同學 根本不曉得這個原來臺東訂票這麼難 你們之間聊出什麼樣的有趣的話題呢 就是同學常常常說我很無法回家 然後訂不到車票 然後他們就問我說 那為什麼不坐高鐵 然後我只能回家說 台東根本就沒有高鐵 他們什麼反應呢 不可置信吧 就是怎麼可能會沒有高鐵 他們覺得回家非常的方便 可是殊不知花東 真的非常難回家 好 那我們再來問問這個花蓮居民的代表 這個你跟大家聊天的時候 你聽到了什麼 很讓你覺得很錯額的一些問題呢 應該就是說 像是住在西半部的同學 他們可以想回家就回家 任何時候他們只要去那個金站 然後去買客運票就買得到 那他們就會覺得 為什麼你們要前就是前十四天 就開始那邊訂 而且還不一定訂得到 然後還要打電話回去跟馬拉說 訂不到票沒辦法回家 或者是可能是節日當天才會到家 對 你好像那個花蓮訂票 你用接博士的訂票方式是不是 對就是他有幾種嗎 就是分段訂 你看你知道從頭都坐火車 坐到尾的話 那就可能就是台北買到羅東 然後羅東買到花蓮 或者是前面可能有一段 就不要搭火車 就搭客運 就是台北到伊朗 或台北到羅東 那另外還有一個方法就是 因為那個乘車前十四天才可以訂票 那如果你三天沒有去拿 那個票就會被釋出 所以前十一天就去訂那個被釋出的票 另外還有可能就是可能幾個同學 大家都要回去 那湊滿十個人去團購 團購還是團體票 就是說我們是一個團體 然後你是說正規的 從網路上的團體訂票 還是去網路上找那種帶訂票 不是就是幾個同學這樣湊滿十個人 然後直接去跟台鐵說 我們有一個團體 我們要先訂票 所以是正規的 是正規的 不過呢 聽說有很多是非正規的 非正規的 這其實跟網路 跟這個黃牛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來看一看 有人說呢 這個是不是未來真的可以解決 一票難求的問題 但事實上有人說沒有辦法 因為呢黃牛很猖獗 怎麼樣杜絕黃牛的問題呢 我們來看一下 台北車站的售票大廳 一早就排了不少買票的民眾 家住台東楊小姐 已經連續兩天跑車站 就是希望能夠順利 買到回台東的票 台鐵花東縣車票難買的現象存在已久 普悠瑪號加入營運後 民眾期待能有改善 結果還是看得到買不到 現在臉書上出現一個車票 代訂的粉絲專頁 上面清楚寫著臺北花蓮 台東普悠瑪 泰魯閣自強 舉光號代訂服務 強調一律採用臉書訊息 接受拖訂的任務 訂到票後會開雅虎賣場 讓民眾下標 而且只要以票面價格 另加百分之五的手續費 就保證有座位 最近臉書公開販售車票 算不算違法 臺鐵表示將聯絡路景 單位追查 一旦發現購買車票 加價出售或換取不正當利益 圖利者 將按車票出售張數 除每張車票價格十倍的罰還 如果是以非法程式大量訂票者 最高可處新台幣五十萬元的罰還 TXR雜誌做了一個分析 他說為什麼大家住在後山的民眾 回不了家 因為就是黃牛在控制 究竟黃牛控制這個票有多猖獗 而且他們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 共犯結構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 那麼從二零零一年的時候 他們發現有一個叫做 淨網專案 他查獲這個黃牛集體影響票數 結果發現呢 在二零一一年的時候 哎 黃牛控制的是五千五百張 到了二零一二年的時候呢 發現這個黃牛很厲害 呃 凹到了三萬三千多張 然後呢 哇 到了二零一三年 前十一個月更猖狂了 總共呢 是凹掉了七十六萬一千多張 於是呢 台鐵就有一些防範的措施啦 比如說呢 增加這個驗證碼的困難度 就是你必須要建入一個驗證的 輔碼的一個動態的一個輔碼標誌 所以呢 可能是四到六位數 那麼他們也希望說 中間可以夾雜這個英文數字 然後呢 或者是 呃 就是英文 英文跟呃 符號呢 可以夾雜在一起 可以增加辨識度 可是又有說 這可能會增加民眾擾民的困擾 在團體票的部分呢 則是增加了所謂的動態鍵盤 然後提升這樣的一個辨識度 那我這邊特別來看一下 什麼叫做動態鍵盤喔 就是在我左手邊這一個 也就是說呢 你不是用你自己的這個電腦的這個鍵盤來key in 是這個網路上自己會出現 這樣一個動態的鍵盤 他這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這個數字呢 每一個人呢 出現都不一樣 目的呢就是希望說 能夠增加你這個團體票 訂票的不方便來遏止這樣黃牛這樣的情形 這大概呢就是目前台鐵的希望能夠做到這樣一個狀況 但其實這是一個共犯的結構 為什麼黃牛票這麼猖獗 黃牛要這麼多票 幹什麼呢 我想就先請教一下 這個館長 這個呢說旅行社 藝品店跟這個黃牛票 這是三個合在一起 究竟他們在玩什麼把戲呢 是這樣子 花東這邊是 其實是我們臺灣一般印象裡面 就是說最 觀光之源 觀光順利 然後接著就是比如說大陸客來觀光以後 花東這邊的話 比如像太魯閣 這個天然的這個景色 非常吸引大陸客來這邊觀光旅遊 那接著下來 因為我們這邊的交通運輸上面除了鐵路以外 就只有靠著蘇花公路 跟從臺東這邊的九號跟十一號公路 那其實上在他們時間上的話 他們就會有點緊迫的話 他們就等於是說用鐵路來運輸是最快的 所以自然而然就是變成一個需求的問題 那這需求的量大的話 等於是說旅行社為了要滿足這個 這些團體來做這些所謂的消費的行為的時候 他們就會自然而然的就是衍生出所謂的集體的 這樣子的訂票的行為 那這是其一啦 那其二的話就是說 他們這樣子的行為裡面 他們觀察到說用這樣子的 等於是說壟斷這些票源的時候 他也可以來等於是說變相的服務 變相的服務一般的需求的民眾 所以當一般的民眾 像兩位同學他們透過正常管道在訂票的時候 他們就會發現到說他要的時段 黃金時段就像李教授講的黃金時段 他訂不到票 迫使有一些我們自己因應的方法來避開他們這樣的一個措施了 所以說這是黃牛票目前猖獗的原因 老師這黃牛票這麼猖獗 他很單純的就是用城市設計去買票嗎 這麼容易嗎 還是說這真的有內部上下其手的問題呢 我覺得如果按照我們剛剛所秀的那個數字 這麼離譜的高 可能他就不一定是完全按照我們的這個 相關的設計程式去訂這個團體票 可能還是要去追究一下 真正的會造成這麼多的票會被可能四個集團 或整個黃六集團 他所把持或者說單純的旅行社 然後他在訂團體票的時候 可以大量把他訂走 那整個程序跟這個控管的平臺 可能要去做一些這個這個仔細的檢討 看看他整個機制要不要去做調整 比如說我們說不定要利用防幣的機制 比如說團體票的比例要不要降低 然後訂票的規則要不要去做一些調整 就是以防幣的功能來看 可能要防幣要更徹底了 才可以造成這黃牛票的這個數目那麼大 我是覺得非常非常驚訝 可是老師其實說實在的 這個團體票只有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 也沒有很多 換句話說有七成到八成 還是這些散戶可以去訂的 那為什麼黃牛票還是可以囤囤囤囤囤 囤這麼多呢 而且這些黃牛還都是花東地區的居民 有人說呢 乾脆這個這個身份證號碼 建進去的時候 一定要V才可以訂 很抱歉 黃牛也是住在那裡的 他也是V開頭的 所以他還是訂得到 所以大家奇怪了 那只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票 可是怎麼黃牛這樣比例算起來 不只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 對 所以我覺得臺體也可能要去分析一下 利用個人的訂票所佔的票數是多少 利用團體票所訂的票數是多少 看看問題的癥結在哪裡 然後這些被訂走的團體票的增長的情況 這麼多 這麼的 離譜吧 這麼的離譜 它的原因是什麼 我覺得還是要對症一下 要 那然後呢 當然呢 花東是個非常特殊的地區 就像官長講的 因為有很多觀光的誘因 所以他就提供了這個有心的團體 想要先把票吃下來 再去做一些利益的分享 那種觀光的資源的分享 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說不定 讓我們的花蓮線 也可以去思考一下 怎麼樣跟這些業者 去好好的溝通一下 我覺得這個這個 這個基本上除了運輸的單位之外 可能也要從源頭上去看 好麻煩 他如果可以好好溝通 他就不叫犯罪集團了 對 但是我覺得還是要做些努力 看看他問題的癥結 有沒有一些調整改善的方法 我覺得不然看起來 這個紅雷票真的越來越嚴重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於是這個主管單位 也意識到這樣的問題了 所以他要加強他的罰則 他怎麼罰呢 這其實是從這個六月新法 很新的一個法 才剛剛上路的一個鐵路法 他說鎖定的對象 只要是這種 因為非法程式 大量訂票的人 或者是說你加價 販售車票的牟利者 你就會是我們懲罰的對象 所以如果你最高 如果你是非法這個訂票的 你最高可以罰到五十萬 如果是加價販售的 最高是每張票的十倍 那麼經過這樣的一個查期的結果 短短的時間已經查到了 三百五十個案件 而且已經移送了三百六十九個人 像是有一個男孩子 他創了一個叫做粉絲專業 他說我跟你講我只是服務而已 我絕對不是在販售 一樣照樣被逮嘛 誰相信你這麼好 新巴人家服務呢 所以他被抓到了 他可能會被罰到六十八萬元 所以呢還有另外一個 也就是說一個有六個嫌犯 用非法的程式掃描到 哇真有夠厲害 三萬張的火車票也被逮到了 老師你覺得像過去 所有不管是土地也好 或者是說這個非法程式也好 沒有一個人坐牢 了不起這個罰還一下 然後還是沒事 現在看起來是重罰 罰得蠻重 你覺得有效嗎 我覺得這要透過一段時間來做觀察 然後基本上 我覺得應該會有效 因為他如果要做風險管理的話 他知道說這樣子如果被抓到 他不但要賠巨額的罰款 而且還有坐牢的這樣子的風險 但是我覺得還是要從供需來看 我覺得花東的這個運輸的需求跟供給 現在感覺起來不成比例的主要原因 就是他的比較單獨的管道 比如說我們鐵路就是一個主要的 一個這個運輸的管道 我們說不定要把花東的這個大眾運輸的 提供的管道要更多元 你是說在地的嗎 就在地的 比如說我們的我最近出差 我做到花蓮的飛機越來越少 班車越來越少 其實第一個就是他的票價很貴 對 那我覺得說不定政府可以去多元考慮一下 提供在地的這個飛機的班次多一點 然後利用我們在離島都有補貼 我覺得花東要從另外一個例子來看 我們也可以用補貼的方式 讓航空也可以變成一個大眾運輸的 提供的這樣子一個資源 另外藍色公路也要趕快開始 對 從海上 海上 然後提供 也是個觀光 對 觀光 對 然後兼觀光兼運輸的功能 另外一個最重要就是我們的蘇哈改 大概在兩年多 大概就會就會完工通車 假設是順利的話 那我們將來從到花蓮跟臺東也會有公路客運 那政府也要及早就做相關的規劃 當他更多元了 那基本上這個鐵路的黃流票的需求 就會降低 誘因也會降低 被稀釋掉 我覺得要透過多元的管理的方法 跟一些刑責的提高 罰款的提高 我覺得將來的希望能夠 能夠更多元 然後能夠改善這樣子一個 供需失調的問題 好 我們就來看一看 到底這個兩位同學是怎麼樣回家的 他通常會不會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我們先來看一下 你可以坐火車 現在來說 你可以坐普悠瑪號 然後他是七百八十三塊錢 臺北到臺東 只要三點五個小時 他唯一的難處就是 也是最大的難處就是 他一票很難求 那你當然也可以做 其他的自強號慢慢晃 但是你可能要花到六個小時的時間 你願不願意 好 你當然也可以求更速快一點的 就是飛機 臺北到臺東只要一個小時 但是他的票價 哇 有夠驚人 麗榮要兩千四 華信也是兩千四 他的票價很高 班次很少 老師剛剛特別說過了 好 那我們來搭船吧 搭船也不是很方便 因為這個航班真的很少 而且你九十分鐘之前 還要報到 請問這兩位同學 我先請問你 你以上的這些交通工具 你用過哪一種呢 只有用過火車 還是火車 對 原因是 因為我覺得就是你從臺北 你要到機場 或者是到那個港口 然後再到了花蓮之後 要從機場或港口到家 就是這一段 他其實是有點麻煩的 還是不方便 對 柯同學呢 你有沒有想過其他的工具呢 船越沒到臺東沒辦法 對 船根本不到臺東嘛 對 然後飛機的話 就是真的搭船很少 有票價高 所以也很少有機會搭 而且其實飛機也要提早報到 對 所以其實說穿了 最後鐵路還是唯一的方式 好 那老師這樣看起來 其他的交通工具替代性 到底高是不高呢 對於這些常常要回家的人 對 看起來對常常要回家的同學 大概替代率就很低了 但是我另外剛才所提到 那個座位的利用率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課題 我覺得我們以前曾經提過 要用差別費率 讓一般的直強號 能夠把票價降低 我覺得臺鐵也可以去考慮一下 把票價降得更低 尤其是一些 離封 離封的時段的班次 然後說不定可以把這個 分流的情況能夠做得更好 讓我們普悠瑪號的被集中 這個需求能夠在尖峰的時候 這個非常短的 這個這個行車時間的需求 能夠把它平衡過來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方法 對啊 你看尤其上 他們這些學生 寒暑假 寒暑假都提早放嘛 他就不要跟大家擠在一起 對不對 所以 但是離封的誘因很重要 尤其是很多離封的這個班次 他的時間會拉得很長 因為他要停的站次很多 所以有些人覺得就覺得說 那我我寧可多花一點錢 只要讓我早點回家也好 所以就像老師說的 如果你真的要我去離封 那你就要給我很便宜的票價 對 不但便宜 而且我們停站的方式 也可以去做一些調整 我們可以採用跳花式的停站 不要把車型時間拉到六小時 那我想再便宜 大家都不願意去做 我覺得要從人性化 就是我們的需求 這考量 我們除了便宜的票價之外 也不需要這個車型的時間太長 所以做一些綜合的這個評估 然後去做一些調整 我還想起來 柯同學 你說你第一次到臺北來 好像是從屏東晃上來的 對不對 從南迴那邊 你放了多久 就是坐夜間車 大概要七個多小時 很多人會使用這種方式嗎 還是 很少 很少 迫不得已 這實在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 好 我們再來看看 今天的另外一個重點 就是這個花東的電氣化 這樣的一個計畫 在今天 前七月份 剛開始是市營運 現在已經正式的上路了 究竟這對於後山來說 他的目的跟意義 還有產生影響 究竟是什麼呢 西部鐵路的電氣化 聽說這樣子算起來早了四十年 是 這個四十年 其實改變了非常非常的多 對 所以呢 連臺西部這邊呢 連這個高鐵都有了 對 大家還很多同學想不到說 原來東部沒有高鐵喔 好 我們待會就請這個館長 來幫我們分析一下 一個鐵路的開通 其實我們更希望 他有更多的文化或是資源 或是觀光能夠被利用 被導入 然後更加的豐富 他們整個人文風情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花東這個電氣化的 這樣一個計畫呢 他其實呢 完整的名稱 叫做花東縣鐵路瓶頸路段 雙軌化以及全線電氣化的 一個計畫 所以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雙軌化 他整個的騎乘呢 是從二零零八年到二零一五年 費用非常的龐大 總共是高達了兩百五十四億元 主要的範圍呢 是從花蓮站一直要到 這個台東的資本站 總長度呢 是一百六十六點一公里 這個皮尤馬號呢 他如果車速可以提升到一百三十公里的時候 就可以大量的縮短了行車的時間 於是呢 台北到台東就可以縮短到三點五個小時 他也解決了花東縣列車更換 轉乘耗時的問題 同時更進一步帶動了花東的觀光 疏解了交通 當然也可以發揮整個環島鐵路系統的功能 更重要的是加速了東部的經濟開發 我接下來就要請教一下館長了 你常常搭鐵路 搭這個列車 搭列車的目的呢 其實不僅只是享受這個列車的這件事情 其實很多時候你在享受一個文化 享受一種觀光 現在這個東部的這個鐵路電計畫一一到位了 未來你的觀察 他究竟對於東部的人的居住的 或者是說他的觀光 以至於他的文化的改變 可能帶來什麼影響 是這樣子 他像今年度 他是先把花蓮到台東這一段 先電氣化完成通車 但是我現在就這一段來看的話 他並不能夠有大量的提升 花蓮到台東這一段的 整個運物量的大幅度的提升 因為他本身還是我們所謂的單線 單線的話 他列車在交匯代幣的這個過程中 還是要花時間 還是等 去排排點 這是台鐵排點的問題 那整個要等到他二零一五年的表定時間 如果能夠如期完成的話 等於是說 整個花蓮到台東的這個資本的雙線以後 雙軌雙線以後 他整個排點上面就可以做南北雙向的一個這樣的排點 等於是說把整個列車的那個運物量有效的大量的提升 那這樣子的話呢 整個在整個比如說從台北到台東這一段就能夠完全的就是說南北都是用這種高級的列車來來行駛的話 那當然這是對像旁邊的兩位同學他們在台東的他們就不用那麼辛苦的花七個小時從西部過去 那接下來呢 我再看這個整個這樣運物量的提升來講的話 當然就是說在正面上來看的話 他對花蓮跟台東的整個觀光的這個效益上也是提升的 那整個整個這樣子的過程中 其實我們還是希望是說提供舒適的列車之餘 我們可能在過去行駛的這些列車 像昨天的白鐵 白鐵仔 北梯亞 光華號 光華號的一個列車 其實呢 我們可以適度的在某一些特別的節日 比如說像鐵路解等等 我們可以讓他重新的回到他過去營運的路段 比如說像從花蓮到玉璃 玉璃到台東等等 很有意思 一個往返的一個這樣子 這樣子的話是說在過去有搭過這些光華號的這些朋友們 他們會很感動的說這個列車又回到這個線上行駛 對對對 這個體驗一下光華號那種開窗戶 電扇吹吹 電扇吹那種熱風的那種享受 我有搭過一次 覺得好特別的感覺 所以說這個就是說有一些在搭乘上的一種考量 我們這等於說鐵道文化的一個延伸 然後另外就是說在整個花蓮臺東 甚至花蓮到臺北這一段的北迴線的整個過程的發展史上面 要做一些整個發展史上的一個收集 路線的更改等等 這個的話就是說在整個鐵道文化上面的幾個層次面上面 我們必須要做一些記錄等等 這樣子的話才能夠完整的說過去從西部 開始整個環島以後 從單線到雙線到電化 整個區間 整個閉路燃旅的這樣的過程中 我想這樣子的話 能夠對未來的 未來的一代 他們能夠知道說過去臺鐵是怎麼樣營運過來的 這是一個比較可以建議的地方 對啊 我就想到說以前坐那個車子 那個光華號 有人倒那個水 我都覺得好神奇 一手拿著杯子 一手把杯蓋拿起來 然後服務 就把水倒進去 所以這其實是一種很特殊的經驗 昨天他們就特別安排了一位 那個 就是服務員 他大概年紀我看起來已經有六十歲了 對對對 他昨天特別的 就是發了 發了那個杯子 而且是用過去他們那個鋁製的 大茶壺 鋁製的那個大的那個盤子 對 端著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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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 放好以後呢 再發茶葉 發完茶葉以後 拿個大茶壺 然後呢 一手呢 他就是拿著杯子 蓋子 然後他先表演是 怎麼拿起來 先翻蓋 把那個 那個上面那個端點 先翻過來 翻過來以後呢 然後他用兩隻手指把那個蓋子夾起來 然後把蓋子夾起來以後 這個右手呢 他拿著茶壺就把這個熱水倒進去 而且還到八分滿 而且還滴水不漏 對 滴水不漏 就這樣倒進去以後 八分滿以後 然後就是送到乘客前面的那個杯架上面放好 然後呢 他不是只有左手會 右手也會 兩手東西 因為兩邊都要服務 所以他們要訓練這個 兩邊倒水的這個真功夫 而且在搖晃的這個車子裡面 他特別提醒旅客說 這個茶壺很燙 請不要靠近 這樣子 他非常的厲害 對對對 我搭過一次 我終身難忘 覺得好特別 這跟這個表演特輯一樣 不過老師我想特別請教一下 這個呢 我想你長時間研究這個運輸交通的問題 人民生活的改善 其實很大部分就是這個路開通了 然後呢 運輸工具到了 所以他起了很大的變化 您的觀察 我們從這個學理上來說 當這樣的一個鐵路電氣化 他到位了 他究竟呢 接下來 譬如說還有很多很多的工程 也一一到位 他對於當地來說 他們會起什麼樣的變化呢 一般來說他的先後順序 我們大概會看到什麼樣的變化 其實我覺得花東 我們就看鐵路的發展就知道 東部落後這麼多年 然後其實我覺得花東是被忽視的一塊 雖然我們把它定義成後山 可是我覺得交通運輸的便利是全民 基本的這樣子一個權利 人權 對 跟需求 所以我們要非常重視花東的交通運輸的問題 那花東其實大概分成兩塊 一個是聯外的運輸 一個是他內部的這個這個運輸 對內部的循環的運輸 其實他都是非常非常缺乏的 所以我當然建議 我們的不管是交通部 或者是地方政府 一定要重視這一塊 把花蓮基本上跟臺東 他的基本的大眾運輸的型的便利 一定要把他建立起來 那不管是聯外運輸 跟他內部的循環的交通 那我覺得這是基本上要做到的 然後除了觀光之外 經濟上的發展也很重要 但是前提就是交通運輸 要有一個新的便利 對 要先能夠到才能夠發展 對 好 我們也開放call in 歡迎這個觀眾朋友打電話進來 尤其是歡迎花東地區的朋友們 你們打電話進來 究竟你們對於整個花東這個鐵路 電計畫有什麼樣的期待 還有你相不相信 你以後真的可以買到 一張很容易回家的一張票 待會我們會聽聽看你的意見 看看你對於這個政府 或者是對於臺鐵的經營 有什麼樣的期待 不過我們接下來還是要來看一下 關於這個臺鐵的問題 因為臺鐵大家說 這是一個老的企業了 但是他究竟 而且又是個獨佔的企業 臺鐵可以怎麼樣進步呢 我們來看看下面 還有臺鐵究竟有什麼樣的問題 2014-228連假第一天 臺鐵發生史上最嚴重的電污事故 造成118班列車 5萬7千多人受到影響 直到3月1號上午才搶通 本來是來臺北玩下午 有一些行程可以安排 那現在可能下午整個都泡湯了 事實上對許多民眾來說 臺鐵火車經常會霧點 也引發民怨連連 百年老店臺鐵虧損連連 每年虧損近百億元 累計虧損更高達1000多億元 每年檢討國營事業年終獎金時 也經常成為目標 102年度臺鐵編列 每位員工2.78個月的年重獎金 以及高達7.8億元的其他獎金 就招來不少批評 面對外界質疑 臺鐵回應 虧損是因為支付龐大退休金 並不是經營不善 而臺鐵員工的本薪 加上獎金之後的月薪 還是國營事業最低的 只不過對於納稅民眾來說 當提著大包小包來到火車站 卻發現火車又霧點 再多的解釋也很難接受 我想很少人 沒有經歷過臺鐵霧點這件事情 我想這個部分 也引起很大的民怨 大家都在點頭 顯然這是一個常態 真糟糕 我們先來接聽電話 羅東的張先生 張先生你好請說 你好 我有三點要講 第一個就是說 今天我覺得現場 就是只差沒有請到 那個臺鐵人員 先解釋 我們有慎重的邀請他 可是他說他們很忙 是喔 好遺憾 因為我覺得他來的話 應該就會問題更好 當然 更好問 我們也期待 那我租羅東嘛 那從小已經到現在大概快30年的印象 在羅東要買票包括花蓮台東都一樣 買票幾乎都是非常難買 那我覺得這個問題的話其實你說制度的話對台鐵現在的做法其實也不會抱很大的希望 請問一下你通常怎麼樣買票呢 是去現場買還是現在用網路買 現在用網路買 可是像我現在在台北上班啊 我從來我大概這一年多我買不到票可以回去 不過還好你算幸運了 因為你可以做客運回去 可是我想享受一下鐵路的風景 可是就是買不到票 那我覺得啊就是說因為你再多的制度 我的建議啊是說如果說像抓到黃牛的話 其實很簡單就直接管收三個月嘛 那關了他就會怕就沒人敢當黃牛了 那我想在第三點就是說像我有時候會去日本玩啊 你看日本的JR 人家車子啊整個狀況服務都很好 那我之前還有特地從臺灣用網路訂票 也訂得到 訂得到 而且是訂到那種就是蒸汽火車超能訂的 可是在臺灣我還是可以訂得到 那我就想不通一樣在臺灣的台鐵 我們也是都訂不到票 謝謝 那個很多人去那個專門訂 這個日本的這個鐵道之旅都從臺灣訂 甚至他的民宿也可以幫忙訂 非常的方便 可是居然住臺灣訂不到票 這也是蠻諷刺的 好我們再來接聽宜蘭的梁先生 梁先生你好 請說 喂 請說梁先生你相信了 就是我是覺得因為我是一個高中生 那我想說的是說其實臺鐵這幾年一直在自強號上面是買不到票 其實一個很大的重點是在假日的時候大陸客或是外來的觀光客都買走了 那其實伊安這邊也要開發直線鐵路 但是直線鐵路它造就也只是一直讓外地遊客進來 再來是說我覺得花東鐵路一旦開通之後 花東本來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要去 是因為它有很多的自然觀光源 但是人一多過去的時候會導致自然觀光資源被破壞掉 那我覺得政府應該要做的事情是說 要掌控說進入花東觀光的人數 那我們的觀光結構也有需要改變的地方 就是我們都是一直在 不是做深度的觀光而是做淺層的觀光 走馬看花 對 那再來是說其實我曾經有在網路上看到 金建惠寫的一個東西是 台鐵應該要參考德國鐵路 是德國聯邦鐵路DB的一些營運方式 那其實我是覺得說花東鐵路到現在為止 它在做雙軌化電氣化它其實是一個 因為台鐵是過去以來都是一直用1067的軌距在跑 它不是用的是像高速鐵路1435的軌距在跑 那它永遠醞釀都是這樣子 那像德國的高速鐵路路線 它甚至可以載運的是機車進去 梁同學 請問一下你是鐵道迷嗎 你怎麼這麼熟悉啊 好了不起喔 你講的我怎麼都聽不懂 一個是我本身是有在做這些研究 那我也曾經去德國去實地看過德國的做法 因為你喜歡鐵路 所以跑去德國研究喔 研究他們的鐵路嗎 一部分是這樣子 那一部分是我看到台灣鐵路有很大的問題 那我想去德國了解 在做將來可以提供可以告訴台鐵可以有什麼方法改善 哇我給你拍拍手 希望你能夠做交通部長 好還有什麼建議嗎 我的建議是說其實像德國 本身它就是在東西的合併之後 東德的鐵路路線部分處在於山區 就像台東花蓮這樣的路線 他們採用的是舊軌升級 那我覺得台鐵其實一開始在做雙軌電氣化 就是一個很大的錯誤 它應該是要讓雙軌電氣化以外 它應該還要讓它的軌距升級為高速鐵路的軌距 讓它可以跑到像德國的高速鐵路ICT 已經可以跑到280公里的時速 而且它是傾斜式列車 而且它又穩定 因為1067的列車它其實跑起來是很晃很晃 大家都知道 而且那對旅遊品質來講非常的低 好 謝謝我們今天來到現場的第五位來賓梁同學 梁同學希望你留下你的電話好不好 希望有一天我們能夠邀請你到節目中來 跟我們談談鐵道文化可以嗎 好 沒問題 沒問題 謝謝你 非常感謝你 我們接聽蘆洲的葉先生 葉先生你好 請說 喂 是 葉先生你上線了 喂 大家好 其實我是 我是花蓮出身的花蓮人 你不要說花東現在一票難求 四十年前那個 花蓮到台北的鐵路通的時候 1979年嘛 那個時候到現在都要買黃牛票啊 因為花蓮到台北 它那邊都是黃牛在控制 因為我以前在台北念大學嘛 所以我每次要來或回去 都要買黃牛票才買不到 你是專門就是你不得已非得跟黃牛票買 因為你自己去排也買不到啊 那個時候還沒電腦啊 請問黃牛是在哪裡賣給你的啊 它就在火車站附近啊 你就這個是一個公開的秘密就對了 對 它就在火車站附近 它看到你去 你去要買花蓮的票 它就自己看你一定買不到 我不曉得它不是跟那個賣票的有勾結 然後它看到你去買不到 它馬上就找你了 然後以前是加價大概80塊或100塊 那現在可能加更多 你當時最貴喔 被加到多少錢 加100塊 那時候的票是多少 那時候 那是民國69年 那可是當時的100塊很驚人耶 那時候大概加 平常都加80 碰到大節日的話加100塊 哇 那幾天票價都不 就差不多票價的一半去了齁 對啊 而且我那時候還是學生 哇 可是你不回家不行啊 對啊對啊 對啊 就不回家不行啊 然後你現在花蓮到台東 情形又歷史又重演 一樣 因為它就是電氣化以後 人家去台東的那個意願會比較高嘛 所以不管是那個觀光旅遊 或是說有事情去 像我也常去台東 因為我姐姐在那邊嘛 所以我有空我會去從花蓮坐到台東 現在還是一樣難買嗎 現在也一樣難買啊 還是一樣要透過那個黃牛去買啊 好吧 希望你以後買票會順利一點 這個東部這個普庸馬加入之後 希望你以後能夠買票更順利 我也希望如此 謝謝你 好 我這個時候交給這個歐同學 其實呢你對於這個花蓮啊 這個交通有很大的期待 你也希望說有些更多配套措施 可不可以談談你的想法呢 就像剛剛老師講的就是分為連外道路 跟自己內部的路網嘛 那我會覺得說就像剛剛那個梁同學講的 之前臺鐵有推一個東西 就是你人跟你的車一起上火車 然後到了那個地方 對對對然後你就可以跟你的車 在花蓮對對對對對 因為其實我覺得花蓮本身裡面的路網 很大的一個問題就是觀光客來了之後 他們沒有辦法到他們要去的店 就他們可能比方說要去鳳林啊去玉里啊 他們很難到達 那你現在去花蓮火車站 你就會看到很多 就可能包車的那種 白排的私家車 對對對帶你去一日遊 那我覺得如果說在花蓮境內 他的整個配套措施就是進去 然後有大眾運輸 那個東西是配套的好的話 是不是就可以讓更多人去利用這個東西 而不是去然後還要跟民宿業者啦 搶啊 對對對對對 那對我覺得這個是其中之一啦 就是鐵路跟其他的交通工具 能夠共購啊 或者是更完整這樣一個路網可以串連起來 但是這樣子的話其實他就是有人可能就會覺得說 我跟我的車一起搭火車到花蓮 那我幹嘛不開車到花蓮就好 對我覺得這個就是還是要有誘因 可能就像剛剛老師講的票價會變便宜 或者是像剛剛館長這樣的就是 我可能我只是來觀光的 那我從從台北到花蓮 我不需要那麼快啊 我可以慢慢的晃 然後每一站每一站去 或者是不同的選擇 對對對對對 就是會有不同的選擇 那這些選擇又有不同的吸引觀光客去 選擇的一種方式 對對對對 我們來看一下喔 台鐵長時間被人詬病的問題有哪些 我想當然第一個就是長霧點啦 而且呢台鐵霧點也蠻好玩的 我跟你說霧點五分鐘 下一個五分鐘又告訴你 繼續霧點五分鐘 最妙的是突然間他車來了 那明明你不是說還要繼續霧點嗎 他也會出現 所以呢台鐵這個時間 常常不準時 甚至呢在二二八的連假的當中 還發生了這個急電工拉扯這個事件 結果呢影響了六萬人 連假回不了家 在那邊等了好久好久 還有呢台鐵長時間的虧損 目前呢說今年還要再虧損六十億 哇非常驚人的數字 但是呢年終獎金還是頂高的 人呢一個人呢平均有十一萬元 因為他們的人事的結構的關係 而且這些人的年齡層比較高 所以呢他的這個 每一個人年終獎金也可以比較高 當然這也發生了這個撞死自家人意外 這是前幾天呢發生了兩個呢 撞死了這個巡鬼公 那麼台這個家屬是批評說 這個台鐵沒有通報減速 所以台鐵不管是本身的這個造成的意外 或者說外地造成 但是因為這個機器實在是太老舊了 所以呢台鐵的問題層出不窮 大家都在說哎呀台鐵為什麼 為什麼不改進 第一個問題就先請教老師了 大家說如果台鐵可以什麼民營化 可以這個公司化 可以開放競爭 像這個日本一樣 這麼這麼多系統 可以這個各自競爭 他就會比較進步 這樣的方式 到底台鐵的管理上有什麼可以讓他這個老牛 怎麼樣繼續往前推車呢 我覺得一個像台鐵這麼傳統的一個老單位 他基本上在人車路上面的營運運作又很複雜的情況下 其實他經營起來真的很困難 因為他第一個就是退休金的支付 會造成大量的虧損 所以在我們建議民營化的過程當中 我們就曾經談到要不要把車路分離 路的部分是政府周無旁貸 必須要去承擔的 然後車的部分有營運的部分 如果能夠讓他民營化的話 說不定可以讓這個很多績效能夠顯現出來 而不會混在一起 讓大家整個台鐵的市區都會低落 他把它分開來 分開來在民營化的過程當中 我們就可以去規劃很多的績效獎程的制度 那你要看你的績效 你才可以領到獎金 利用這種方式 那路的部分 確實是一個非常沉重的負擔 我覺得在政府這個部分 還是要去管這個部分 那我覺得把它分開來之後 把臺鐵的結構 能夠重新去做一些整理 那我們都知道 臺鐵已經換過很多局長 是 每個局長都 下臺一鞠躬 因為又犯錯了 其實都很有一些想要去作為 但是上令沒有辦法下達 所以就造成很多想要改革 有心要去改革都沒辦法去落實 所以我就要從他的根本的結果去做調整 剛剛我們特別提到 臺鐵虧損很恐怖 那要虧損呢 當然一直 因為他當然有一些使命 所以他有些時候 他不得不做一些虧損 就是票價上面的一些妥協 但是呢 我們還是希望這個老店能夠想出一些新花招 譬如說能夠引進一些營運的方式 我記得他上次賣了一個便當 結果這個便當最後不合格 結果又整個退掉 那您也參觀過很多很多國家的鐵道 不管是文化或是營運也好 你可不可以對臺鐵給他一些建議 怎麼樣他可以想想辦法伸點財呢 是這樣子齁 臺鐵其實他近年來齁 他也是圖力精致 然後也是針對這些所謂 他們可以想得到的這些idea 他們也都推出推成初心 賣便當賣便當然後加開那個 郵輪式列車等等 他也是來宣傳他們的所謂的這些商機 那確實也得到一些我們目前一些民眾的一些回響 但是真正我剛才要就是接那個李老師後面來講話 就是說其實臺鐵他整個的結構上面 因為可能有一些他不知道是他整個在營運的過程中 他牽扯到四個就是運工機電運物公務電物跟機物 那這個四個四個不同的單位 他來撐起臺鐵整個每日運輸的架構 那其實我是要呼籲是說臺鐵這邊 其實他們每個每個那個比如說運務處 公務處機電處電機電務處跟那個公務處 其實每個每個臺鐵員工他們都非常優秀 而且很盡責他們的使命就是他們一定要把車子開出去 他的他的使命就是這樣安全的把每一個人送到他想去的地方 他們的第一就是安全的開出去 所以說其實在這四個四個單位裡面 只要他們做好橫向聯繫 他們整個的排點上面或者是整個準點上面 都會獲得有效的提升 那麻煩就是這四個常常沒有扣在一起 所以說這個的話就是說他們自己本身內部的 內部的訓練的方式 是不是要改進 那其實像你像日本的JR 其實前一陣子JR的北海道的那個 他們的那個北海道的那個鐵路公司 也發生很大的問題 他們的社長也因此下台 甚至自殺死亡 然後所以說不是別的國家沒有這樣的事情 但是我們自己的台鐵他其實知道自己的問題在哪裡 只是說這些問題 基層員工他們是不是要有這樣的共識 來共體這個時間然後來改善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可以去思考的一個方向 台鐵已經有百歲以上的這個歷史了 從第一條鐵路開始之後到現在 其實他帶動了整個社會的文明還有進步 像這一次以花東的這個柴油改成電氣化來說 這個每年減碳相當於二十八座台北的大安森林公園 所以這其實對於這個節能減碳來說 其實也有非常非常大的注意 一個鐵路運輸的其實帶動了非常多 非常多值得思考的問題 不過對於一般百姓來說 怎麼樣能夠找到一張回家的路的票 才是最重要的 這也是最簡單最基本的需求 感謝您收看今晚的有話好說 我是胡欣萍 也希望每一個朋友 你下次訂票的時候都能很順利 祝你晚安 我們再會 行事如果有處罰 我們行政費一定就要停 就沒有去站在這個消費者考量 而是全面站在行政程式上面來做 才決定 大同混油18.5億罰還先撤銷 山水米造假撤出梁振又恢復 左朝懲罰右手撤銷 黑心商不怕政府 週四晚間8點M2觀點 法律不可靠如何捍衛民眾的治安 孩子出國去冒險 浪費青春真沒用 我是從我25歲開始 第一次被報課的旅遊 就是中國13個城市 意大利跟西班牙還有德國 長城很荒涼 所以我身上是有帳篷 隨時就帳篷不打 所以你在荒野過夜 那個感覺怎麼樣 其實還真的還滿不錯的 出國是可以爭廣見五 可是對於一個人的未來 以他目前的情況來講沒有加分 今天晚上九點鐘爸媽酒很大